7月1號 嗨大家 現在是7月的第一天 7月1號 然後我剛剛下班 因為這個月我要趕出一個比較重要的報告 所以我現在還留在醫院的討論室 就是我們吃飯的地方 然後再打報告 想說大概打個半小時一個小時 就改一下之後呢 等一下要去運動 因為我有點久一兩個禮拜沒有去運動了 覺得好像不能這樣墮落下去 好 我先打報告 等一下再去運動 我運動完了 現在要去吃早餐 我運動完勒就會順便洗完澡 這樣回家就不用再洗一次了 有沒有很聰明 出發要去吃早餐了 掰掰 夜餐來了 夜餐來了 嗨大家 我回家了 然後現在大概是中午的1點半 我通常大概都兩三點會去睡覺 所以現在我就要來用一下電腦 現在下午2點了 然後我差不多要去躺著 花個手機睡覺了 晚安 剛剛做完了 早午餐 早午餐 啊 哈哈 哈哈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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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超好吃的 上後甜點 因為我今天 剛剛大夜下班 然後 明天就接著上百班 這樣就代表是 下一班 然後可以 晚上今天晚上休息 然後隔天直接上百班 反正呢 就等於幾乎沒有修到多久 就只修一個晚上 然後明天就要上班了 所以我等一下不能去睡覺 我要撐到晚上才能去睡覺 不然我半夜就會醒過來 然後早上就會睡不著 但我現在有點想睡 所以就決定來吃個冰棒 提神 提神 剛剛裡面有點是結霜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冰棒都會結霜 好硬喔 這個超好吃的 它不會太甜 然後裡面的蒸汁就是QQ的 全家有在賣 我冰箱還有好幾根 吃完了 現在大概是下午的 兩點半 平常我這時候就要睡覺 但是因為我明天要接著上白班 所以我就不能現在睡 然後我就想說要來接影片 但我有可能接一點就想要睡覺了 而且我真的很久很久沒有上白班 大概 欸已經有半年了 所以我蠻緊張 雖然我已經工作三四年了 但是我還是 就是要換班別的時候 你就才會緊張 畢竟你久沒有碰白班的事情的話 不知道喔 好緊張喔 有點焦慮 而且要很早起 好 先這樣 我要來接影片了 大家掰掰 嗨大家 現在晚上六點多 快七點了 然後我覺得肚子有點餓 所以我要來吃就是 泡的這種吸飯 然後配一個糖心蛋 這張晚餐 然後再蹭一下 就可以去睡覺了 因為我很想睡 但是現在又還不能睡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他這個東西是可以吃的 還不能吃 應該可以 好燙欸 好燙欸 現在早安 現在是早上六點多 然後我要準備 就是準備一下等一下去上班了 因為白班 我覺得應該要看起來 比較有氣 所以我會 就稍微 上一點點 妝 但是也都是很隨便的那種 防曬塗完之後 因為黑眼圈 平常晚上我就不管黑眼圈 但是白天 因為遇到比較多的人 所以 黑眼圈還是要處理一下 不然我覺得就是 氣色很不好 然後再塗個護唇膏 好燙喔 我要去上班了 好 那就先這樣 掰掰 我要去上班了 好緊張喔 上班上班 對 沒有上班 還有一個 然後先帷子 再說 正前 詞 好 小才 對 完全 也 對啊 對 尺 人 我 回家了天還亮亮的 我回來了 嗨大家我洗好澡了 然後現在要來吃晚餐 現在時間是六點多快七點了 然後我的晚餐 是我昂布煮的 有南瓜有蛋有鮭魚 白蘿蔔紅蘿蔔跟一點蔬菜 有沒有看起來超好吃 我覺得看起來超好吃 好我要開動了 南瓜 喔 南瓜長的痘痘 所以我把它用了公皮切起來 媽你真的太會煮菜了 你要一直稱讚他 你就會一直有飯吃 你快點讚 想大葉小葉當 我親手 我老闆 你喜歡我 你把小葉子喝進去 心裡 你怎麼樣 都不會 大怪 我們不能吃 不太吃 太吃素了 沒吃 真的 我這一片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要去吃晚餐 今天是我的小周末 護理輪班的好處就是 你放假的時候別人沒有放假 然後平日人比較少 我們來吃三味食堂 對 三味糖餅 三味食堂是那一片的那個啦 看要吃什麼 一定要吃一個糖餅 辣糖餅 應該先醬就好 然後等下再去吃別人 放咪 我來看看 好吃 很好吃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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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歡喔 很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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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熱熱的欸 剛烤出來 直接融化了啦 太燙了啦 好燙喔 很燙 很燙很燙 很燙 太紅了 嗨大家 我剛剛經過全家 然後就進去 然後就看到很多蟹膏 我就買了兩盒 結果他就跟我說 滿兩百送一箱水 他給我打折欸 好爽喔 這什麼奇怪的片啊 他幫我是學生給我打折喔 夠我水欸 好爽喔 現在快要九點了 然後 我已經累了 想回家睡覺 我覺得上台班的生活就是 很像baby 我差不多九點半 十點就一定要睡覺 然後 六點半起床 好 那就先這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